阿雷 我饭都没吃就赶回来了 你可千万别误会啊 我们俩在度假村聊的就是工程的事 那 现场施工你也知道 风沙特别大 正好他就瞇眼睛了 瞇眼那会儿你就敢闹了 身上谁都没拿纸 我跟你全景重现一下啊 当时身 身上都没有纸吧 他瞇眼睛 我就 我就这样 上来 我还保持了距离 就吹这么两下 你就出现了 我就怕你误会 就赶紧追回来了 千万别多想啊 老公啊 我有几个问题想问你 行 那问吧 第一个问题 你是不是还爱着穿华 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我和穿华你更爱谁 第三个问题 你是不是心里有两个女人 甚至更多 你看 你这都啥问题呀你这是 三个问题是吧 三个问题是吧 我回答你啊 床花呢 是我前妻 小样的妈妈 我们俩现在 真的就是亲情 我跟你呢 想踏踏实实地过日子 我现在对你 有感情 至于你说的 第三个问题 你看我眼睛啊 我眼睛小 那就小心眼呗 心里哪儿装得下这么多人呢 对不 回答的满意不 好 我就怕你误会 我赶紧赶回来了 这饭还没吃呢 我现在把饭吃了 我给你热钱 你不用热 装饱温头呢 我赶紧吃了就行 吃 这饭多行 你看 特意炒鸡蛋啊 你看 还热乎着 这我多吃点 嗯 好吃吗 好吃 你说小表 跟上你一句 就刮伤 你眼睛啊 我呢 真怕有误会 咋你不误会啊 比啥都香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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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来 你怎么来了 我想找你聊聊 坐吧 我给你倒水 不用了 川华 我今天来不是闹你 也不会寻死迷惑 但是李安逵 必须从你们村撤资 全面退出你们村的投资 撤资 怎么会突然有这种想法 这是安逵的意思吗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我就是不愿意 她在你身边工作 就算能挣几个亿 我也不愿意 我们都是女人 年纪相仿 你应该不难听懂我什么意思吧 我能明白你的意思 不过撤资不是一件小事 安逵是我们公司的股东 这事啊 也得看她的态度 如果她愿意的话 那我也阻止不了 反事不能强求吗 其实这事很简单 只要你下个令 开除李安逵 分割合作社的股份 你们要是不会 我可以教你们 就看你想不想做 这不是开玩笑 我没有这个权利 再说了 我也不想把个人恩怨 放在工作里 除非 这是安逵自己的意愿 我可真是小叫你了 感谢你 好 嫂子 安美 嫂子 我听他们说你在这儿 我就过来找你的 嫂子 我想跟你说几句心里话 你那个伤好些了吗 嫂子 对不起啊 我真心跟你道歉 我那个之前 听到的可能有的没的的 我自己也没搞明白是真是假 然后我就跟你说了 我没想到 能给你造成那么大的伤害 也没想到 你还能格外嫂子 对不起啊 安美 嫂子 我知道你当时心里是怎么想的 你是怕我被欺负 你看 我现在不是好好的吗 放心 我不怪你 真不怪我 走吧 送我回家 走 佳佳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不是让你在房间休息吗 不是让你在房间休息吗 我来找窗花 聊完了 现在回去 你忙你的吧 我 我送送她 我放在房间休息 销勒 嫂子 你说吧 是不是有些事 我们也不能太强求 为什么 我是真心不想看到你那么难受 每天在折磨自己 有意思吗 那我哥的心都不在你这了 你看不出来啊 就说他填窗花吧 我从小太清楚他是个什么人了 我们斗不过他 你反过来再看看我 我有什么好下场吗 我从小把他当亲姐姐 我掏心掏肺地对他 他把我当傻子 他把我的大壮抢走了 现在所有人指责我 我是个小三 我破坏别人家庭 我狼心狗肺 不是 嫂子你说我爱一个人 我有错吗 你跟铁大壮的事情 跟我跟你哥不一样 不是 你说他填窗花 他怎么了 他有什么好 他跟我嫂子怎么比 要长相 要身材 要学历 他哪个有 也不知道我哥怎么了 看上他了 贵迷心窍了 嫂子 我说这么多话 就是想让你不要那么难受 干吗呀 我们是女人 能不能对自己好一点啊 对不对 反过来再说 如果一个人心都不在了 你再怎么做 又能怎么样 我之前啊看过一本书 如果爱到最后 是互相伤害 原谅 才是人生最美的东西 可这有几个人能做到呢 人生那么久 世界那么大 我们是不是要出去看看 母亲 forest 一些 和 伤差 的 伤情 和 冲儿 夏夏都跟你说什么了 没给你添麻烦吗 没啥事 还好吧 你来得正好 我正好有工作 要跟你交接呢 是关于创花兼职文化创意园的事 我跟镇上已经打过报告了 咱俩研究一下吧 我也正好有事找你 姐 姐 低头 姐 出事了 怎么了 这家村正在施工那个墙塌了 打伤了一个工人 怎么了 那赶紧去看看呀 走 走 哎呀我的腿啊 啊 好 哪儿出的事啊 这 这种鞋子 这不打了了吧 这 这种鞋子 铁铁锅呢 铁铁锅呢 铁锅人在哪儿 打电话了 在市里呢 说马上赶回来 怎么答的 咱们就正常施工啊 这墙不到老人就倒了 好 这东西好吗 冲啊 冲啊 轻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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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都问上人了 别着急啊 您在身影就送去医院了 怎么回事 什么人强杂的呀 有没有症病危险的 轻衣别着急啊 我 我姐姐就这么一个毒苗 这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 我个三长两短呀 你说 我知道 我知道 您别急 小草 赶紧陪轻衣去趟医院 不管花多少钱 一切以救人为主 好 小草 你注意安全 多用点心啊 进入了小草 这水泥强度明显不够啊 这种强度的水泥 雷珠的强能不烫啊 你这种水泥强度明显不够啊 你这工程间里怎么灯啊 这水泥强度明显不够啊 水泥有问题 那咱干一杯这活了 能看不出来吗 可你跟我说有啥用啊 这老板定的 这这这这没眼的不坑人吗 关键是自己人坑自己人 你说你 主任 这可不是天灾 这是人祸了 你可不能不管啊 行了 大家也别着急 出了这事儿谁也不想 有了问题咱们一定解决 等铁单撞回来再说 这水泥什么时候进的祸 昨天赶紧的 这样 所有的工程全都停了 什么时候开 等我通知 行 带我们去看看其他梦必 那走了 我 啥事 走走走走走 咱俩 快走走走 床儿 也别太担心了 这每个工程啊 都得有点小差距 我就是怕 这工程出了问题 你是村主任 这村民们会把矛头 直接指向你 那怎么办 总不能压着不报 看着不管吧 这大伙 本来就对你把工程 交给大壮 存疑虑 大壮没事还好 要是真有点事 拽不开关系 事情已经这样了 只能赶紧查清楚 解决问题 给受伤的人一个交代吧 田春花 你给我出来 啊 出来 你得给我们造主 田春花 说电话 田春花 田春花 你给我出来造主 你要被你打的 就没办案了 把杂的人不管啊 你给我出来 想起来啊 存花 大家给评评理啊 你现在出去不合适 这马寡宝正是情绪激动的时候 我等于他做出什么出门的事 我先下去看看 这杂的是工员 好好说啊 嗯 这要是把外来的游客怎么办 把视察的领导怎么办 怎么办 田春花 你别跟他躲着 躲着躲不过去 你给我出来 别说话 就跟他不躲着呢 啊 啊 清姨 别嚷了 你说他干啥来了 您拿个大喇叭在这儿抄抄 我要是再不出来 您这侍候工把村委会都给拆了 大伙儿别着急 听我说 今天这事啊 确实是突发事件 是谁也没有预料到的 我们刚才去勘察过现场了 问题出现在水泥的质量上 不过请大伙儿放心 这件事我们一定会查清楚 给大家一个交代 但在这之前 我请大家先不要无端地猜测 不要去瞎指责铁大壮 更不要怀疑田春花 因为这个事不是一个人决定的 确定施工方 是通过大家竞标投票选出来的 大家也看到了 铁大壮的公司 也确实符合我们的施工标准 也确实适合我们村的整个项目 所以在查清事实之前 请大家务必耐心等待结果 查清楚事实 找到责任人 我们绝不包庇 肯定是严惩不耐 但在这之前 我希望大家不要无端地散布谣言 这是要付法律责任的 你吓唬谁呀 你吓唬谁呀 那伤的是我外伤 不是你外伤 那我能怎么听吗 清姨 谁外伤也得解决问题 别再嚷嚷好吗 走 清姨 我特别理解你现在的心情 可是事已经这样了 您就算打我一顿 也解决不了问题呀 您外伤现在怎么样了 你别管怎么样了 你就说这事怎么办吧 您放心 这事啊 肯定会解决的 但是咱们得一步一步来 姐 伤者没什么大事 就是小腿骨折了 两段时间就好了 你咋说这么简单的呀 我外伤还没结婚呢 哪有落下啥病根呢 你真有意思你 清姨啊 您别着急 我明天啊 就去看看她 赔偿的事呢 我也会尽快安排的 咱都是相礼相亲的 我肯定是为你们着想 废话少说 把铁大壮给我叫出来 清姨 你这找铁大壮 你去让他们家找去 我们又不是保姆 不管看着她呀 她没在家 铁大壮跟田川花 同流合污 她把铁大壮藏起来了 清姨 这话可不能乱说 我怎么乱说了 清姨 这事还在调查呢 不过我可以保证 不管是谁的责任 我都会公平公正地处理 但是出这事 我确实也得承担一定的责任 你不负责任行吗 你不负责任 你跟铁大壮同流合污 你俩穿一条腿裤子 我 马寡妇 你再拔吧 再拔吧 你再拔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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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寡妇 你有意思吗 人家田主任说得多清楚啊 赔偿损失责任 人家全都说全了 你还要咋的 你这喊铁大壮 铁大壮来呢 你领家去还得管饭 你弄还把人咋的 我告诉你老天头 平时咱俩 没法没证闹就闹了 今天这事 不好使 他必须得跟我说法 我来讨说法怎么着 有毛病吗 没毛病 说法肯定得给你 你别着急是不是 你就是你杀了人了 是吧 你公安局破案 不是还能有时间吗 再说这事 完全是铁杂状的责任 我跟窗花没啥关系 再说窗花多不容易 为了大伙 我求求 我求求各位 我能不能心疼心疼的 爸 心疼心疼的 我求求你知不知 爸 大伙 把窗花里领过去 来 这事我来摆开 爸 姐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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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去吧 快回去 当进屋 我来处理 他反了你了你 说吧 你想咋的 田有梁 这把你装的啊 行 你管吧你 你管我看咋管的 你管 我管 我管 我 我管啥呀 你不管你把天窗花放进去 你信不信我仇你 我告诉你啊 不许动手啊 我跟你说 和谐社会 文明社会 谁动手 谁吃亏 我跟你说 有理也变没理了 是不是 再说到现在 你往镇里打举报电话 举报铁大壮 约过田主任 是不是 告这铁大壮 多简单点事啊 瞅你渣着糊涂在这儿 老田素说得对 现在都可以举报 那 那我也不知道电话呀 你不知道 你怕哪 那么大喇叭喊啥 我这有 给你 你打 给 我不打 你 你你打 我告诉你老田头啊 你要是举报了 我就相信 田窗花跟铁大壮 它不是同流和乌 你大义灭秦 我佩服你 打吧 打 你不打你 我告诉你就有事 什么有事 你妈寡妇 你别叫我啊 我叫你干啥呀 有难你打呀 快打 我跟你说 别的事不行 只要收拾铁大壮 一百个条件都答应 打就打 你看着 还长不掉你了 我才 干啥了吗 来来 你停点 你停点 我们过去 喂 是那个镇长办公室吗 喂 镇长办公室吗 刚才那女的报得不算啊 是我 我 我举报 我那个施拉村的 那个举报 我们施拉村有大老虎 严重贪污犯 他他他他叫陈世美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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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世美是我起的外号 叫那个铁大壮 那个叫铁大壮啊 快 快来查他来吧 好好好 好 咋呀 听听了吧 报了吧 行 行 你厉害 你厉害 我没看错你 没看错 个子还误咱拿喇叭 咋呀 这不看出力度了吧 看出来了 看出来了 行 回去吧 你够爷们 行 行 行 这把他说没用了 赶回去吧 都回去吧 厉害 厉害 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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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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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不明白你们 想不明白你们这事了 没讲 昨天进的水泥 全在这里 倒的墙 又不就这水泥啊 对啊 你也看着了 这水泥不光是假的不说 放了至少一年以上了 你们也是 可当老板都不知道 这种水泥能往工地上用吗 不是 这上楼写着了 不是光明厂的水泥 那怎么拿过来就用呢 不是 你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啊 铁老板 从昨天到今天 从昨天到今天 你就没接我电话 本来我想告诉你 可我看着你忙 另外我不知道你啥意思 啥啥啥意思 咱干活的 你进啥料咱就又咋的 那咋的你还挺有理是不是 因为这事你 行了铁大壮 你就别为难他了 我问你 这水泥是不是你进的 是我进的啊 那这事怎么解释 出了这么大的事怎么办 冲花 我进的所有的水泥 都是正规渠道正规厂家进的 现在这些水泥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来的啊 道主 你是这个工程的负责人 你得赶紧想一想 到底问题出在哪个环节 肯定是别人给我换了呗 正牌水泥换成劣质水泥 这可不是小事啊 什么人能干出这种事来啊 仇人 说不定就你换的 我这帮你想办法的 你这屎盆弄我身上扣了 赶紧查查 还有多少像这样的水泥吧 把仓库也给我封了 工程也先停了 这事 必须一查到底 老张 走吧 走吧 银长 您应该批评就批评 我也是摸着石头过河 没有一点经验 肯定给您添了不少麻烦 麻烦呢倒不怕 就是你们度假村的质量事故 怎么样了 还在调查呢 伤员情况呢 没有生命危险 我都安排好了 那就好 下午我接了一个举报电话 我去调查了一下 举报内容跟我调查的基本一致 就是你把工程包给了你的前夫 铁大壮 怎么回事 丑花 你是镇里重点培养的村干部 你的能力呢 大家都清楚 你的口碑又很好 这个举报电话呀 让很多人产生了猜测 后续呢 会有调查组 借你们村进行调查 希望你啊好好配合 不要有什么思想包袱 丑花 怎么样 没什么 过几天 会有个工作组 到村里来调查 调查 调查 查您 查这件事 有人举报了 站起来 你们坐下 你们坐下 你站起来 老东西 你是不是吃饱撑着你啊 还敢举报举报 一天到晚算计别人 咋样 算计来算计去 把自己算计了吧 是 你说哪有当爸的 举报自己亲闺女的 也就我爸能干出来这事 也就我爸能干出来这事 我爸多糊啊 行了 都别损我在这儿 我现在够后悔的了 你说当时不逼到那份上了吗 窗花是我闺女 我能举报她呀 我说举报那陈世美 没想到 把她也刮了伤了 我现在这部晚处正宅的呢 把凳子给我撤了 干啥呀 拿凳子坐哪儿啊 你干啥呀你这是 爸呀 直到关键时刻就看出来了 社会上这方方面面的 你确实差了点意思 这点啊 你真得跟安徽多学习学习 我姐是村主任 出了事 你告责任负责人 你告乙方 那你考没考虑过 甲方的感受啊 谁是甲方啊 我姐不就是甲方吗 她能不承担责任吗 是我 干什么 我妈让你把凳子拿下来 看见没 你姐下午就让人叫去了 这都几个小时 到现在还关机呢 一天到晚说自己聪明 我看你最笨 我跟你说 窗花要有啥事 我就跟你没完 一晚能咋呗 还没完 但是我也没说聪明 是我小的时候 我妈说我聪明 干啥呀 当海外面晚上 损一晚上了这是 告诉你们啊 都被逼过了 惹急我离家出走 鸣 你个老东西 你还来劲呢 你离家出走 你不走你都不姓田 你走 你走啊 我告诉你 天小圈 人一晚上了 当海外面上 真想把我给损呢 我告诉你 我今天不跟你分出雌雄了 我 老姑娘 给爸拿东西 我这不消他 妈 你拿点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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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回去吧 别送了 好 你也回去吧 嗯 庄儿 这事我还是有点担心你 不用担心 我行的正做的端 放心吧 没事的 回吧 走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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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庄老婆 你咋手机灌机了呢 我手机没电了 你没事吧 妈都急死了 没事 镇长找我谈话 你们怎么又吵架了呀 组团打我 打你 你咋不说为啥打你呢 你说你爸这个密长脑子的啊 马寡不忽悠他几句 他居然打举报电话 你说你胡了八几的 说你胡了八几都照顾你 你都二多加了你 举报电话 是您打的呀 不是 你再说一个不是 不是 是我打的 我就想啥 我举报那个她是美嘛 没想到把你给烧上来 你这 算了算了 打了就打了吧 反正这事儿也瞒不住 就算您不打这个电话 我也得跟领导汇报 行了 妈 就别为这点事吵架了 您别生气了 行 妈不吵了 你休息吧 你个老东西 你给我滚 你别在这家待着 我再也不想看见你 你干啥 一晚上了 再不回来往哪儿滚呢 我不滚 你不滚啊 不滚 你不滚我跟你没完没了 来 行了行了 行了 别再打别打 别再打 我走 我滚 人有脸瘦有皮 此处不留爷 此处留爷处 走就走 走 啥了不起 走一遍回来 丙头 赶紧拿这儿拜套 别让爸着凉了 行了 妈 把门关上 行 行 老太太你行 妈 你等着 你让我爸去哪儿啊 不管 冻死他 我告诉你们啊 谁也不许给他开门 你们敢开门 我就走 妈 来喝水 妈你消消气啊 靠近的 你还要不许给自己的 要不许给你 你要是能用工资 你还要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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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工资 那你刚才怎么不开灯了 开灯 影响我思考 那你现在是想继续思考啊 还是休息啊 你能过来坐会儿吗 稍后不早了 先休息吧 看在我等了你几个小时的份儿上 陪我说两句都不行吗 你这一晚上没回来 我想明白了一件事 有些感情 就是走不下去了 比如你和我 比如你和我 为什么呢 因为即使爱对了人 实际却是错的 我当初爱上你 嫁给你的时候 实际就不对 怎么不对呢 因为你心里一直都有别人 天成花 你又在胡思乱想了 这些都是你假想出来的 不是事实的真相 我们结婚的时候 穿花还是铁大壮的媳妇 那我们在一起 我心里怎么会装着别人的媳妇呢 那现在呢 那是两码事 我们是因为感情不合才离得婚 后来我才碰到天窗花的 再 再 这些事我们都说过很多遍了 嘴都快磨出简单了 再说还有什么意思 有没有意思 也是最后一次谈话了 佳佳 你想干什么呀 你放心 我不会自杀的 我是要放了你 放了我 感情真的很脆弱 经得起风雨 却经不起病烦 我听人说过 这个世界上任何的东西都会过激 也许我们就是过期了吧 也许我们就是过期了吧 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连失望的资格都没有了 我都没有了 但我记得把什么都不开了 留下 para 心里有事睡不着呗 啥事啊 我就琢磨 这水泥咋会出现问题呢 想这干啥 出了这么大事能不想吗 我就想能是谁呢 我手里的工人 觉得他们不干的 还是仓库保管员 都不是 那你说谁让田春花背的这黑锅呢 春花背锅了 我跟你说 今天马馆我去村委会闹了 把田小梁激了一下 一激田小梁 田小梁打了举报电话 举报的是我 说晚上连夜 春花就被叫到镇上谈话去了 我就想不明白 你说谁让春花背的这黑锅呢 肯定是有蹊跷 哎 这咱们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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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是不知不思认的 现在我们现在我们不得了